哈囉大家好我是Taco 近年來輕檔車的市場可以說是非常熱門 戰況之激烈 各大車廠都推出這種小排量 更傾向於入門的車款 讓現在新手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不怕沒有車 就怕你沒錢 但也是選擇太多 導致大家看的眼花繚亂 所以今天我就為大家推薦我心目中的幾台 入門輕檔車 讓剛接觸的朋友們 可以更了解這些車 還在猶豫不決的你 快點和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要介紹的就是白牌三巨頭 就算你沒看過 你也一定聽過 GSX-R150 CBR150R R15 V3 這三台可以說是年輕人最愛的三台輕檔車 的確有著帥氣的跑車外觀 又打著自家跑車的型號 我就問你不香嗎 GSX-R150 有著785mm清明座高 多連感後避震 配備了免鑰匙啟動系統 讓你出發前不用再到處找鑰匙 最大馬力也達到了19匹 養起來也超便宜 只可惜原本CV值很高的售價 給我偷偷藏了5000塊 來到了13萬3 加上他的騎姿設定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喔 他的把手很爬 但腳踏很正 讓我一種 站著騎車的感覺 而且他的油箱也超級不好加的 不過這些都還好 改一下就好了嘛 畢竟你車沒有改不能騎 R15 V3 RDNA的家族特徵 就算沒有用 正面還是裝了一個很瞎趴的進氣口 至少他沒有曬一顆頭燈就好 帥氣度滿分 搭載VVA可變氣門 多連感後避震 滑動式離合器 最大馬力也是19匹 有分為正差有ABS 和倒差沒ABS 分別是 13.8萬和15.3萬 座高也是同機率最高的 815mm 比迷你乳略貴了一點 但配備真的是給好給滿 只可惜是水貨車 但台灣三頁也發表在2021年的第3季 準備要引進 可是只有正差板 而且價格就 我們期待台灣三頁的引進 CBR150R 沒錯大家都還在爭誰下賽道比較強 誰CP值比較好的時候 我大本田才不跟你們爭這一些 我賣的可是信仰啊 同機率最高售價 18.3萬 動力卻只有17匹 對你沒聽錯 標準的騎帥不騎快 雖然動力方面偏弱 但配備的部分也是不會少的 2021年款式的 CBR150R 有著新黃色的 SHOWR SFF BP 倒立式前叉 幹超難念 多連感後避震 滑動式離合器 還有這個神式 CBR250RR的外觀 本田真的是教會我們 什麼叫做Ctrl C加Ctrl V 這個外觀真的是帥得過分 只可惜總代理一直沒有引進的消息 代料方面可能會比較久一點 以上都沒有辦法滿足你的話沒關係 還有服務金字塔頂端客人的 CBR250RR跟ZX25R 有什麼配備想必就不必多說了吧 電控騎乘模式倒叉 一個高級配備 不要問我這車能不能買 有錢買就對了 這車買下來一定爽的 停在帶短期還能散發出 滿滿的王霸氣 就算不騎擺在那裡看 也是一個很好的視覺效果 但我就問你 你的荷包承受得住嗎 可以的話 容許我叫你一聲 不行的話 容我向你推薦平價帥氣又好騎的 Gistus SF250 新設計的遊人引擎 最大馬力26P 以及和三巨頭差不多的售價 水貨 15.8萬 公司貨 16.3萬 雖然比較貴 但CC數可是多了100CC啊 騎起來是一台 我覺得非常舒服的車 外型也是很帥氣 改過就很帥 我是說真的 他改過真的很帥 非常推薦這台白牌優人塊 想更了解他的話 可以點右上方的資訊欄 看我的不專業試車影片 什麼 你說仿賽不是你的菜 你想要更舒服的騎姿 就是想要看到影席外露的細節 OK 沒問題 我來為你介紹 一樣 白牌三巨頭 GSX-S150 MT-15 CB-150 不要嘴怕我說廢話 沒辦法他們就真的是三巨頭啊 一樣繼承了仿賽版良好的優點 同時缺點也是 S150平易靜人維護便宜 一樣馬力19匹 但騎姿不再便扭 而且多了中駐讓你停車更加方便 售價12.3萬公司貨 恩 不錯不錯 MT-15 獨特的外觀讓他特立如行 豐富的配備良好的操控以及划算的售價 12.1萬 都讓他的銷售成績不斷成長中 但聽說引擎會有中獎的問題 想更瞭解這台車可以點一下右上角 有我的不專業介紹 最後 CB-150R 一樣 同級距最小馬力 但你看他這個外型 優雅的線條 精緻的做工 就是要慢慢騎 讓大家好好欣賞這台車 NEO SPORTS CAFE 視覺是一大享受之外 金色倒叉 輻射卡鉗 LED大燈和方向燈 這些裝逼的配備也都有了 我就問你 什麼時候要把他牽回家呢 什麼 還不夠嗎 沒問題 這邊我在額外為大家介紹 HORENET 2.0和MSX125 HORENET 2.0使用便宜好維護的空人引擎 最大馬力17匹 雖然動力數據普普通通 但操控起來也是很過癮的 前方精華色倒叉以及充滿空機力學的車身線條 都讓這台車值得一試 售價13.1萬我覺得很OK 試過了你就知道 前陣子我也有拍試車影片 有興趣的可以去參考看看 最後 NSX125 這台迷你檔車可以說是新手煉車的 最佳選擇 750mm的座高和106公斤的車重 都讓新手們不再那麼畏懼學擋車 就連比較嬌小的騎士也是輕輕鬆鬆 動力雖然只有9匹 但騎起來非常輕快 好上手 是一台很有樂趣的 迷你檔車 配備也用上了倒立式前叉 讓可愛的外型又增添了一點奢華感 售價 12.8萬 恩 果然是我認識的本田了 以上就是我為大家推薦的騎管輕檔車啦 你可能會說 阿Duke勒 FZ勒等等的 那些車喔 不是我不講 是我根本沒騎過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問 你是騎過ZX25啊 哼哼 我跟你們大家講 我還真沒騎過 但以後會騎啦 請大家拭目以待 車驗不夠我也沒辦法騎 你們說是吧 也歡迎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最喜歡的白牌檔車 我個人目前還是最喜歡MT-E5 以它的外觀售價跟配備 我覺得真的是蠻划算的 不過感受這部分也是蠻主觀的 大家也不要只聽我講 自己實際去體驗看看 才是最好的選擇 好啦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啦 有什麼說錯歡迎糾正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